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上春晚也是我的目标 因为这是家人们的希望 我就会把他们的希望转化为我的目标 朝着这个目标走下去 严明熙表示 家人们一直都非常希望她能以歌手的身份登上春晚舞台 这次能在春晚舞台上现唱 她也算是为家人圆了一个梦想 严明熙透露 这次和其他六位艺人合作的经历非常愉快 特别是演艺圈大前辈成龙 他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人 这次他带领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会有一种很正气的感觉 因为我和彭一唱 郭俊成两位老师一组 我们这一组一开始动作不是很齐 成龙大哥给了我们很多首饰上的建议 很暖心 真的非常感谢他 严明熙提到 在排练节目时 成龙就像大家的老师 不仅会关注每个人的舞台表现 还会细心给出建议 在成龙的带领下 大家从一开始的面面相去 到后来有了默契 表演也渐入佳境 我们排练了很多次 看到大家都很努力尽全力去表演 所以我也会和他们一起努力 希望观众会喜欢我们的节目 严明熙说 虽然上台前有些紧张 但严明熙已经想好 表演结束后要和大家一起吃饺子倒数 他还透露 结束春晚的工作行程后 他将会和家人一起回家乡 广东善尾过年 享受团聚时光 居姐严明熙 原名王家恩 2005年出生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他与其他香港中学生不同的是 他是一名双妃儿童 身处香港地 这个背景会使他饱受攻击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身份也一定程度上 帮助了他的歌星事业 平日里他都是住在香港的姑父家 也是姑父一直陪伴他走这条歌手之路 2021年 年仅16岁的他参加了TVB举办的选秀节目《生梦传奇》 在前 独特的眉上齐刘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各种表演花絮掩盖不了他的实力 因此他也被看好 是节目的夺冠大热 比赛进行时 他凭借着演出《没有你还是爱你》 《爱情陷阱》在YouTube上刷下百万浏览数 让全港都知道严明熙这个名字 因为广东广电是能接收到TVB信号的 因此《生梦传奇》这档节目也是有不少来自广东的观众在追 也是在此 狙击收获了第一批来自内地的粉丝 他也不负众望 过关斩将 一路杀入决散 更在决赛当晚赌下专业评选大奖 观众热选大奖 以及代表全场总冠军的传奇新星奖 他一夜在香港地区爆红 成为全场热化 正式踏入娱乐圈 同年9月 积极推出个人单曲《真话》的清高 成功出道 单曲MV在同样在YouTube里创下百万浏览量 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湖南广电和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联合推出的港月静唱献礼节目 生生不息港月静 邀请了林子祥 叶倩文 李克勤 李健等一众大派歌手 因为积极的内地背景 他的普通话比很多同龄人要好 并且更适合推送去两地交流平台上 作为主办方的TVB 将自家歌手严明熙推上了这个节目 她很幸运地成为参加生生不息中 年纪最小的歌手 而积极也十分争气 在出舞台上一名惊人 一一首飞飞成功闯入内地观众的视野 让人们认识到这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宝藏女孩 在生生不息里 积极有幸与前辈跟同龄人合作 在这一次舞台中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在这趟旅程中 她收获了丰富的经验 也收获了内地观众的喜爱 感谢观众的观众的观众的观众